我不知道你们看明白没有 这一轮的房地产松绑 其实是越来越危险了 因为现在旧市的政策 它慢慢的变质了 慢慢的从旧市变成了 诱导老百姓加杠杆买房 你比如说鼓励农民进城买房 或者说是给农民交公基金 让他们买房 类似这样的政策 现在是特别多的 然而这些政策 其实本质上 根本不是在旧楼市 在缓解楼市 而是在诱导老百姓 加杠杆买房 加杠杆去库存 面对这样的不计后果的政策 我只能说奔跑了40年的房地产 再次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面对低迷的楼市 我们仿佛又回到了2008年 和2014年那样的房地产危机的道路上 拼命的在刺激楼市 为了能够清库存 甚至现在公务员都开始卖房了 甚至把卖房都当成了主要的工作 这样的一个旧市思维和旧市逻辑 其实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他们完全不顾后果 这一点是很可怕的 特别是现在的经济基本面 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的前提下 他们的旧市逻辑 就是让居民加杠杆买房 把高昂的成本 转嫁给新入场的购房者 其实这么做 风险性是非常大的 因为现在的房价是2008年和2014年没办法比的 现在买房要加的杠杆也是前两次危机没办法比你的 在2008年的时候居民杠杆率其实是非常低的 当时在三四线城市贷款买房甚至都不是主流思想 贷款买房在一二线城市才普遍存在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再怎么疯狂的鼓励买房 疯狂的让居民加杠杆 它的风险性都不会特别大 包括2014年的时候 那时候的危局也不是特别大 当时的居民杠杆率只有30%多 但是时间来到了2022年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特别是在2015年和2016年房价翻倍的同时 居民的杠杆率也翻倍了 那现在居民杠杆率已经达到了70%多 你们要知道 个人杠杆率一般超过50% 大银行就不给你贷款了 那超过70% 连一些小银行甚至一些金融机构 都不会给你操作贷款了 那你现在咱们的居民整体杠杆率 已经达到了70%多 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咱们也确实现在的负债压力是比较大的 负债率也是比较高的 那然而为了就是现阶段 好像本来就收入来源单一 消费降级的家庭再加杠杆买房 那这样的松绑政策 我认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所以一定要警惕那些零首富 首富分期 一城首富等一再降低的购房门口 导致部分业主停贷的沉默成本较少 应当引起各地方城市的警惕 并且现在旧市政策 他们不去碰硬猪头 不主动作为还旧账 却一心的想着找新的购房人群接盘 那这样的松绑只会造成了问题越来越多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试图去解决过问题 而是在不断的挖掘潜力 透支明天 用明天的米来填饱今天的大胃口 那这样的话 你总有饿着的时候 那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就是因为房地产这一块毫不费力的肥肉 谁都想吃一口 都想不劳而获 所以这几十年 我们就看到了一场摇摆的大戏 那房地产就是问题爆发前 政策可监管各种放税和放宽 那问题爆发后 马上就是各种严厉 一会儿极度的左 一会儿极度的右 不停的这样摇摆 那房地产这块肥肉 其实就是在那放着的 怎么它也跑不掉的 我真不明白为啥这么多人 非要这么猴急 恨不得一口吃成一个胖子 恨不得一口就吃下去 那别的国家几百年完成的成正化 我们就想一口吞 那能消化的完吗 能不噎住吗 那自己噎入了金蝉脱壳 他跑了 可害苦了多少人呢 那如今停工烂尾停贷 老百姓反抗 传社会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但这个重视 我看更多的就是口头重视 说说罢了 因为这一轮房地产低迷 各地方 为了解决楼市的办法 只有一个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诱惑老百姓 加杠杆去买房去库存 把杠杆作用到极致 那什么零首付 低利率首付分期等等 这么高的杠杆 未来只能赌 房地产不能有大的波动 一旦出现大的波动 那老百姓完全可以就不要房子了 不还房贷了 马上就会和开发商解除购房合同 因为零首付和低利率之下 前期投入的钱是非常少的 那这一笔钱对于购房者 根本带来不了任何的威慑作用 也就是说 弃房的成本是很低的 那时候地方和银行哭都没地方哭 没办法 这就是你们选择的路 因为正常来说首付是30% 贷款是70% 这已经是透支未来了 那你现在零首付 低首付 首付分期 你恨不得把别人下辈子都给透支了 你们要明白任何制度和政策 在某一方面有优势 必然在其他地方要换回来 除非明强 不然最终都得回到传利和义务的平衡点之下 你想受了多少好处 你就得尽多少义务 那面对这样的局面 我不得不想起曹德旺先生聊到房地产 直接就说 那外行做房地产 害人害己 机会两个字 一是机遇 二是要会 那碰到这个机遇 但是我不会 我只能望洋心叹 那曹德旺表示要让会的人去做 比如做房地产欠了很多债 应该让懂的人去做 你像李嘉诚一样 让不懂的做 做得那么大 现在害了你自己也害了别人 你知道哪里有什么相机 我不是去做的吧 这是一个方法 你现在看眠掉阺子 在东西 在任何人体裤 收缘就与 sudah 船一边 你们何人 还有 你 你 我